好不過提到了北韓 我們看到還有這麼多飛彈 可以拿來鏽機 其實他更多飛彈 好像他送給普丁去了 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 他最近他們提出的 他們拿到的情資 他認為這個俄羅斯 現在得到了很多 其他國家的一些軍事奧援 伊朗給了他無人機 說北韓給了他很多的飛彈跟炮彈 甚至據說北韓 還開始把他的軍事送到了俄羅斯 要去幫忙打仗去了 據說送了十萬人過去 但這十萬人 很多人到了俄羅斯之後 他就跑掉了 好 我們要這樣問問晨諺了 那麼到底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這個北韓 真的是在軍事上 不斷的在支援俄羅斯嗎 對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不只自己找人幹架 他甚至協助別人去打架 提供這個武器或者支援 那他到底有什麼底氣 就是說他的經濟來源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他不是被孤立嗎 他國際市場上有什麼關係 他這些人的立場是什麼 再來我們要去思考說 如果他真的提供給俄羅斯 他們會不會變成一個邪惡聯盟 不是邪惡 對 也是邪惡啦 當然也是協助俄羅斯的邪惡 就這兩個意思我覺得都有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覺得他被孤立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他跟一個國家 一直有密切的一個往來 其中最主要就是中國 大量的跟中國出口 從中國進口 也出口到中國 百分之八十五 我們看資料上百分之八十五 從中國進口什麼石油啊 人造纖維啊 卡車啊 甚至還有廣播設備 可能還是 最近有一部電影 不知道有沒有看 就是一個彩券 飄到那個南北韓的邊界 然後兩邊的士兵 一直要去找那個彩券的電影 所以我覺得蠻訝異 因為這個電影看起來蠻溫馨的 怎麼兩邊就打起來了 就一個韓國的彩券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們也大量的出口 其實他是被禁止出口 對不對 可是中國也沒在鳥嘛 鳥這件事嘛 所以他把很多重要的這個礦啊 相關的這些大宗商品或原物料 也出口到這個中國 所以實際上你說 他的經濟為什麼能夠成長 其實還是有他這一方面的一個底氣 跟原因啊 陳彥翰 據說北韓跟中國之間 也有直接的鐵路往來嘛 那跟俄羅斯也有 對 因為最新開通的這個是朝二鐵路嘛 那這個開通大家也會覺得說 哇 基本上俄羅斯把歐洲這邊的往來都停住了 但是反而對北韓這個地方更緊密的 不論是貿易或運輸 而且這一次這個鐵路開通 第一批貨送什麼過去 白白啊 就純種馬 就是那個 我先騎白買那個白買嗎 因為金正恩喜歡騎白馬 在白雪山上騎白馬 他覺得很帥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第一批 普丁騎熊是不是 對 一個是熊一個是馬 然後他把這個 因為俄羅斯很多非常好的純種馬 是 這一次30批就送過去 當然也不曉得說 這些馬到北韓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我們並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這個鐵路的一個開通 所以你說過去 北韓有沒有密集的供應 這個武器給俄羅斯 其實我們先看一個東西 就是北韓有很多的勞工 出現在哪些地方 像俄羅斯就有兩萬人 中國有一萬九千人 包括科威特跟阿聯酋 那為什麼俄羅斯有這麼多人 其實過去北韓送了他們的軍人 大概十萬人到俄羅斯去 那為什麼 因為普丁說 你支援我軍人 我來照顧他們糧食 對不對 我來照顧他們糧食 那因為北韓本身饑荒 他們是沒有說他們饑荒 只是說大家吃太多了 我們少吃一點會活得更健康 金正恩的說法是這樣 那金正恩怎麼吃那麼胖 對 這少數的特例吧 我覺得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 其實俄羅斯跟北韓之間 一直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為什麼我要去講這個關係 因為第一個就是1948年 你要想北韓宣布獨立 第一個承認是誰 就是蘇聯 然後普丁選上了總統以後 2000年誰喝點也是北韓 而且他也說 我們跟北韓的關係要更緊密 然後2015年你看金正恩 去訪問俄羅斯 所以其實你說這一次的俄乌戰爭當中 俄乌戰爭當中 反對聯合國決議其中有五個 其中一個就是北韓 包括承認頓內斯克這兩個獨立 對不對 這個三個國家 北韓也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就俄羅斯 所以你就會發現其實 北韓一直跟俄羅斯 是站在一個非常緊密的關係上 這個歷史已經非常久 再加上他們土壤的 領土的一個接壤 你就會發現他們形成三者 北韓 俄羅斯跟中國 三者的一個結盟關係 那我們要知道 北韓一直是被孤立的那一個 對不對 然後大家也覺得 北韓是一個好像很憤怒的國家 很偏執的國家 動不動就亂打人家飛彈 那他發現俄羅斯也跟他一樣啊 然後最近俄羅斯也被制裁啊 那也很可能啊 不然我們家庭啊 我們結盟在一起啊 對不對 我們才能壯大 所以現在其實 國際輿論其實也開始比較擔心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 招惡可能是招惡中嘛 這三個結盟的2.0的版本 因為如果這三個同性質的結合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我們還要觀察 我們節目會幫大家追蹤 再有另外一個 現在其實對於俄羅斯 那麼當然就是西方國家說 你不能夠支援他 你什麼都不能幫他嘛 那中國就比較忌憚啦 因為中國比較這個 需要靠外 外頭的一些經貿關係 那北韓就完全無所謂啊 反正本來就被你制裁了 對不對 所以他支援很多啊 軍事也支援啊 軍事啊 然後這個砲彈啊 也通通支援給俄羅斯了 對 而且軍人 因為他本身這個軍隊 算是全球第四大啦 所以他支援非常多 還有砲彈的數量很多 軍火的部分 但是是前蘇聯時期的規格 所以其實他不是提供很先進 但提供很大的一個數量 提供很大的數量 但有另外一個 我特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想說緊密的關係 緊密到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他們現在這個北韓 跟俄羅斯的旅行社招覽 說來這個北韓玩 你辦簽證很快 兩到三個禮拜 從過去有兩到三個禮拜 三到五天就可以了 那你有入境美國韓國也沒關係 都可以來 都可以來 而且內容很豐富啊 滑雪啦 包括你看滑雪啦 體驗北韓文化啦 啤酒節啦 什麼 社會讓你瞭解一下 我們的社會主義嘛對不對 我們這個金日成的主題思想啊 而且他強調一件事 絕對比你在倫敦還安全 比你在倫敦散不安全 當然這中間有一些規定啦 你不能拍攝軍事設施 不可以跟當地人講話 為什麼不能跟當地人講話 你講太多他們就會發現 其實外面世界的美好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多少錢多少錢 很貴嗎 十五天六萬二 我覺得不貴耶 而且你可以去參觀 他們的一些工廠 佛教寺廟 因為他說 那個只給俄羅斯人去 目前他們是俄羅斯招覽 那為什麼其實 我們之前節目有講過 很多的美歐的企業 不是撤出俄羅斯 可是在俄羅斯 包括莫斯科跟海參會 各有一家 北韓就平壤的這種高離的餐廳 而且那個餐廳是 北韓派服務他們的人 去當服務人員 在當地經營的 當然還是有很多限制 比如他們服務生 也不能太多跟當地人講話 所以你看到兩者的關係 其實是 確實相當的一個緊密 是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討論了 看到了這個是北韓 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